不,没有人强迫我 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喜欢他,我要嫁给他 我要给他生孩子 这是我自愿的 求求你小姐,你不要逼我了 我没有想过要出卖你 一切都是因为我太爱那个人了 舒巧的泪躲狂而出 他拼命地摇着头 舒巧,你告诉我他是谁 他一定是邵家的人 我最多把他赶出去 我不会让他坐牢的 我只想你告诉我他是谁 少青莹神色复杂地说 小姐,你,你说的是真的 你真的会成全我们 舒巧猛地抬起头,失声道 当然,我少青莹说话 从来说一不二 当然,只要那个男人够爱你 我可以不计较 你们算计我的事 舒巧的神色一震 他瞬间回过神来 他摇头道 不,我不能说 一切都是我的错 小姐,你惩罚我吧 我漫恩负义 我诸葛不如 你惩罚我一个人就好了 舒巧 少青莹有些痛心地说 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外人看 我们是姐妹 你真的愿意看着我被人害死 小姐,你,你不要逼我 我不能说,我真的不能说 如果我说出来 害得是大家,我真的不能说 舒巧尖叫道 舒医生 你不为你家小姐考虑 也得为你肚子里的孩子考虑考虑 如果你承担下来所有的后果 那么你的后半生 将会在监狱里度过 你的孩子也会在监狱里面出生 孩子会幸福吗 他一出生就没有父亲 也看不到母亲 你还要他承受其他人的嘲笑 哦,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这是个男孩 你忍心吗 你真的忍心吗 叶好轩上前道 男孩 你说我的孩子是男孩 舒巧又惊又喜地问道 当然 我以我的人格保证 绝对是一个男孩 你好好的想想吧 不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受委屈 我不能 舒巧的神色有些恍惚 他突然仰起头道 小姐 你说的是真的 如果我说出来那个人 你就可以成全我们 舒巧满怀期待地说 当然 只要他保证 以后不再打我的主意 以后对你好 我可以成全你们 少青莹点点头 好 好 我说 我说 舒巧整个的像是被抽空了一样 他扶着自己并没有隆起的小腹 脸上洋溢着即将做母亲的幸福 叶浩轩说得不错呀 如果他选择自己承担后果 那他的孩子将会承受很多的痛苦 反之 如果他说出幕后的人 少青莹会原谅他们 他们一家 以后会过得很幸福 其实 只是我的人就是 就在这个时候 砰的一声响 别墅的门被人撞开 一脸愤怒的少青莹闯了进来 舒巧 你在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害我姐 她的身体有问题 你为什么要害她 少青莹整个人显得十分激动 他冲上前一把抓住舒巧的衣领喝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少家对你不好骂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个贱人 我要你下地狱 青莹 你放手 这不怪她 她怀孕了 你放手 少青莹吃了一惊 连忙制止她 少青莹整个人呆了一呆 她连忙松开了手 神色震惊地看着舒巧 良久 她才难难道 不管她怀不怀孕 但是她敢害我姐 不可原谅 绝对不能原谅 舒巧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 有吃惊 有愤怒 还有不敢置信 她难难地说 真的不可原谅吗 对 你害我姐 我为什么要原谅你 我要让你坐牢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少青莹恶狠狠地说 她那张文秀的面孔显得十分正义 青州 你干什么 出去 少青莹喝道 弟弟的情绪似乎是有些不对 她显得太激动了 舒巧 你不要害怕 说出来是谁 我原谅你们 少青莹走上前党 舒巧的神色震动 她勉强笑了笑 殊不知她那张甜美的脸上 已经泪流满面 她的笑容有些凄凉 她边笑边流泪道 小姐 对不起 我还是不能说出来 你就当是我对不起你吧 所有的一切由我承担 她的话说完 脸上露出一丝决绝 她右手探入自己的怀里 竟然抽出了一把手枪 舒巧 你干什么 少青莹吃了一惊 叶浩轩心里一紧 连忙拦在少青莹的前面 因为舒巧的情绪有些激动 她的精神 濒临崩溃的边缘 她随时都可以向任何人开枪 小姐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害你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舒巧泪如雨下 舒巧 放下枪 有话好好说 我答应你 不逼你 少青莹脸色凝重地叫道 她把叶浩轩推到一边道 我相信 她是不会向我开枪的 我们是姐妹 叶浩轩暗自叹息 有些方面少青莹和萧海妹是相同的 就是在自己人的面前 她自身根本不是一点房 殊不知真正能伤害到的 只有自己身边的人 见她这样 叶浩轩只得暗中防备着 一方舒巧突然开枪 舒巧 你这个贱人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姐 我们少家对你不好吗 做她的姐妹你配吗 一边的少青州怒道 叶浩轩微微一愣 这少青州不是在火上浇油吗 舒巧的神色本来已经有所缓和 但是少青州这么一鹤 她的神色又是变了一遍 她凄惨地笑道 对 对 我是贱人 我是贱人 我不配 我不配 她突然举起手中的手枪 吞入口中 连响都没响扣动了扳机 一声巨响 舒巧仰后便倒 子弹贯穿她的后脑 红白相间的鲜血迸发而出 站在正前方的少青莹 被鲜血溅了一身 她的神色震动 尖叫道 舒巧 舒巧的身体倒在地上 手无力地垂在一边 她的双眼圆圆地睁着 美目之中满是不甘 快 快救她 少青莹眼前一黑 急于晕倒 叶浩轩连忙跑上前去伸手一探 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 这种情况是看都不用看的 没救了 开玩笑 后脑勺都被贯穿了 神仙来了也救不了她 听到里面的动静 外面的保镖破门而入 手中的手枪纷纷拔出 指着地下的书桥 确认书桥已经没有威胁之后 人尾才松了一口气 收起了手枪 少青莹的神色震动 她像是木桩一样站在当地 一动也不动 她似乎没有预料 竟然会有这样的后果 叶浩轩瞟了少青州一眼 若有所思 一个小时以后 现场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警察过来为相关人员做了笔录 其实这也就是个过程 以少家的能力 根本用不着他们小警察 来插手这件事情 只是毕竟出了人命 要在公安机关报备的 叶浩轩为少青莹施了针 虽然她肝上的肿瘤不是恶性的 但毕竟是隐患 所以极早除去了才好 好在发现得及时 以叶浩轩的遗述 去掉这个并不算很难 为她行了针 然后开了药 叶浩轩就收拾了一下行医箱 打算离开 等会儿再走好吗 一直默不作声的少青莹突然问 可以 叶浩轩点点头 时间还早 以少青莹现在的状态 身边确实需要人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她宁愿死 也不愿意说出是谁 少青莹有些痛苦地说 她的执念太重了吧 况且对她来说 可能是命中注定的一劫 根本挽回不了的 叶浩轩谈道 什么意思 少青莹经问 如果我没料错 书巧了命数昙花命 以古代的命理来说 就是红颜薄命 就算今天不发生这件事情 她也会有其他的厄运 这是命 这就是命吗 少青莹难难地说 可我还是认为 她执念太重 我说了会原谅她 可她为什么宁愿会选择这条路呢 不外乎有两个可能 第一 她不相信你说的话 毕竟她跟那个人合起伙来害你 第二 就是 那个人 是少家的人 叶浩轩淡淡地说 少家的人 少青莹一个震动 她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她盯着叶浩轩 目光如炬地问 你是不是猜到了什么 告诉我 这个当局者谜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以你的聪明 根本瞒不了你 有些话我不能说 叶浩轩 叶浩轩苦笑道 少青莹的神色震动 她似乎猜出来了什么 她喃喃道 你是说 青州 叶浩轩不说话 直接给她来了一个默认 其实这件事情不难看出来 少青州的情绪 今天本来就有些异常 如果不是她的出现 或者就不会造成这悲剧了 而且今天 书巧的情绪 濒临崩溃的边缘 而少青州 在一旁不停地火上浇油 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只是少青莹再怎么样 也不会怀疑到 自己弟弟的身上的 不 这不可能 青州不会这样对我的 她是我弟弟 少青莹喃喃地说 不要多想了 以后多注意点身边的人 凡事顺其自然就好了 叶浩轩探道 少青莹点点头 她突然有种 前所未有的疲倦 一个女人 撑起少使这个庞然大物 表面看起来光鲜 但是谁又知道 她承受的有多少 生平第一次 她突然有种想找一双肩膀依靠的感觉 她身子意外 倒在了叶浩轩的肩膀上 淡淡地说 借你的肩膀拥一下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叶浩轩苦笑 她发现 她发现 原来这个掌控亿万财团的少使集团的女强人 竟然也会有这么柔弱的一面 少青莹微微闭上双眼 身后的这个男人 带给她前所未有的温暖 她感觉自己仿佛要融化了一般 原始集团 顶楼的总裁办公室里面 一个年轻人跪在沙发的一边抱着一样东西伤心地哭着 她哭得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 在她怀里抱着的赫然是书桥的一响 而这个哭得像是小孩子一样的人 却是少青州 哭什么哭 你他妈的 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不就是个女人吗 你成功了 有多少女人弄不来 在另一张沙发上 袁天佑叼着一根雪茄 有些不耐烦地骂他 他就在我面前 他就死在我面前 我没能救他 我眼睁睁地看着没能救他 瞧瞧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说的话都是无心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就不能委屈求全 你就不能受点委屈吧 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想起自己爱人临走时死不瞑目的模样 少青州就坠毁莫及 他就站在一边 他甚至在自己的女人自杀以后 连上去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死了就死了 我记得他不过是你少家的一个下人罢了 被你姐发现了 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你玩也玩了还有什么 可惜 让叶好轩那混蛋给识破了 不然的话 再晚一段时间 你姐的身体不行了 肯定要去医院的 到时候少家还不是你的 你说什么 你他妈的在说什么 她是我女人 她是我第一个女人 她怀了我的孩子 你这个混蛋 少青州大怒 他猛地扑上来 对着袁天又没头没脸地抽了过来 我操 你他妈的疯了吧 一个女人而已 不安得着你生这么大的气吗 如果你早点同意我的计划 兴许现在少师就是你的了 而你的女人也不会死 袁天又一把将少青州掀到了一旁 然后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服的 哼 归根结底 还是你没用 没勇气 难怪你爷爷会看好你姐 宁愿把少师交到一个女人的手里 也不会让你去掌管 你他妈的根本没有一点魄力 只会出了事情以后在这里哭丧 教训我 你配吗 老子白手起家打下原始这片江山 而你 想掌管自己家族的企业 还被一个女人打压得抬不起头来 没用 再次抽出一根雪茄 袁天又一边吞云吐雾 一边看着少青州的表情 被袁天又一通怒骂 少青州漠然不语 袁天又不识实际地叫道 我之前说的计划 你可以考虑考虑 你的机会不多了 你姐是个聪明人 说不定她现在已经在怀疑你了 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 你掌管得了少家已经不算什么事了 你该承受你老子和你爷爷的怒火吧 少青州的表情变了变 她的脸上阴晴不定 似乎是有什么事情拿不定主意一样 想想你的女人吧 她是怎么死的 其实严格来说 她都是你姐逼死的 你以为你姐真的有表面那么仁慈 你别忘了 她是一个商人 而商人追求利益的前提就是要不择手段 如果她真的确定出卖她的人 是自己的亲弟弟 她会用什么手段对付你 袁天佑说着把书巧的遗像丢到了少青州的跟前 况且你的女人也不能白死 别忘了她为你付出多少 我们合则双赢 分则两败俱伤 看着女人带着笑意的遗像 少青州一时咬牙切齿 一时强颜欢笑 她的神志似乎有些不太正常 良久她突然笑了 笑得有些病态 她站起来咬牙切齿地说 不错 你说得对 我的女人不能白死 少家是我的 我亲爱的姐姐 你该休息休息了 一边的袁天佑笑了 她的神色有些阴霾 离开了少家 叶好轩赶到了医院 看到叶好轩到来 在病房内的安妮欢快地扑了过来 叶 你终于来了 我都想你了 安妮忽然闪着一双湛蓝色的大眼睛 兴奋地看着叶好轩 我早该过来的 只是有些事情耽搁了 安妮 把你的手给我 我看看你的情况好点了没有 叶好轩笑道 安妮伸出了自己的手 叶好轩细细地为她枕外 片刻以后 她放下手笑道 不错 恢复得不错 估计普天之下 只有叶好轩才能有这份魄力 能把急性白血病 在一个礼拜内医好 这一次如果她医好了小公主 那中医以后在世界上 就可以有立足之地了 叶 听说华夏有好多好玩的地方 你什么时候能带我去玩玩 安妮期待地说 这个 要过了这个礼拜才行 你现在只能在医院里面走动走动 你的身体还太弱 我帮你养好身体以后 你就可以到处走动了 也好喧小的 啊 那 我只好等等了 你们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吗 安妮颇感兴趣地说 当然有 等你的身体好了 你要多锻炼 到时候我带你去长城玩 叶好轩笑道 那好 拉钩 你可不许骗我 安妮兴奋地伸出手 叶好轩微微一笑 伸出了手和她勾了一下 看了看时间已经不早了 叶好轩亲自下厨 给安妮做了一顿药膳 你咬了差点 让我去搞以后 给安妮做了一顿药膳 请按订阅 感谢观看 咬кие诊 都玩台词 放手